站在門口前想要輸入密碼 用手指來來回回觸碰螢幕 但電子索完全沒反應 日前有民眾帶著小孩 到宜蘭童萬節遊玩 訂了民宿卻狀況連連 房間沙發上有一片片灰 像是發霉又像是踩踏的腳印 民眾看了完全不敢做 甚至還有一隻又一隻的螞蟻攀爬 實在好傻眼 民眾透過LINE訂了三間房 其中一間房輸了密碼進入 卻發生尷尬一幕 裡面竟然有助人 幸好當時對方在洗澡 沒有直接面對面嚇得馬上關門 事後傳訊息反映 業者竟然說房屋搞錯 換了一間卻又出現狀況 電子索輸了密碼 根本沒有反應 完了一天已經很累了 想回民宿好好休息 還要花時間處理一堆狀況 民眾入住的民宿 就位在宜蘭投城 近幾年出現越來越多的日租套房 有業者買下套房來經營獲利 社區民眾也非常無奈 擔心人來來去去住宿品質 哪裏控管 晚上怎麼會很差 你這樣 是 可能是 是幾個一定 這個一定是一半一樣的 因為這裡 石櫃炒這裡也不會反應 附近民眾說 暑假期間比較多人 也都知道有做日租套房 違規使用的部分 建設公司並無法得知 實際的狀況 那建設公司主要是 房屋銷售 也沒有經營民宿 及出租使用 這棟大樓已經完工五年 針對被民眾投訴 有許多日租套房 建設公司強調 並不知情買家使用情況 那截至目前的為止 總共有針對裡面有 事先的非法的旅館 有做開發 那累積的金額 已經達到二十五萬以上 事情曝光 縣服表示會派員積查 不過民宅內積查不易 難開發 只能多收集資料 而如果被查到 屬於違法經營民宿 旅券不聽 一起奧運 一起奧運